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肖战资讯 肖战准时准点晒出了生日照 照片里一间充满童趣的屋子 肖战矗立在那里手拿红气球 拽气直拉满 肖战发布动态不到两小时就超过一千多万点赞量 经过十几个小时发酵已超两千多万 粉丝们发动自身力量替肖战应援 又连国外各大社交平台也全部登上热搜 再度展现出了顶流国际影响力 每年肖战都会用心分享生日照片 这次特意用童年主题来带领粉丝们感受其中乐趣 只是粉丝注意力不光落在屋子上 还被照片李肖战那若隐若现的腹肌吸引去了 黑色流苏外套搭配银色闪光内搭 贴身柔软材质和低领设计能勾勒出身上每块肌肉 合着布料也能让人们看到身上腹肌若隐若现 黄色微光打在脸上营造出小麦色肌肤 健康帅气 与性感融合起来看的人心脏直跳 正是这张吸引无数粉丝流口水的照片 却闹出了一个小笑话 由于照片里肖战侧身拍照 需要腰部与上半身有一个侧面效果 衣服贴在身上就形成了阴影 这个阴影不仔细看 还以为是有个小肚子 发远看正常站位才发现不对劲 贴身内搭跟外套之间产生阴影 又恰好侧身才形成了这个错位小肚子效果 网友调侃看明白终于松了口气 还纳闷明明有腹肌显出来 怎么肚子那会突出一小块呢 这个小插曲简直笑死了 就算光看肖战上面身材 也不可能有小肚子这种事情发生 真是虚惊一场 肖战工作室连发三条动态 除了感人小作文还有日常碎片 转发祝福等 一条庆生视频更是被粉丝夸上天 视频里肖战正站在那个童年主题屋子里 各种彩带 艺术灯 大子谷还有小木马都是我们童年影子 肖战像是回到了小时候 变出了两个分身转来转去 一个做着思考各种事情 一个去四处走动完屋子里面彩带 还有一个肖战拿着气球来回晃 似乎对屋子里所有东西都充满好奇 分身一会消失 一会出现就像思绪一样跳跃 充分展示了孩子 童年时期就是这样无拘无束 想起什么就会做什么 尤其是肖战拉出小木马坐上去时 网友真的被这个大男孩笑死了 视频结尾肖战背对着观众 衣服上32数字亮起并变成了33 意味着33岁生日快乐 看完视频突然感觉心里空落落的 一年就这样眨眼过去了 童年喜欢的东西正在消失 只有偶尔看到才能回忆起来 自从陈情另爆火 肖战在娱乐圈已经越发成熟 后续各种大制作影视作品不断 前途一片光明 粉丝们看到肖战有这种成就 也打心底里开心 特别准备了灯光秀来进行生日应援 有网友统计 肖战生日相关 已经有全世界各个国家刷屏 从凌晨开始到白天都在持续发酵 世界趋势登顶就是实力证明 33岁对肖战来说也是关键一年 期待他能继续在娱乐圈里发光发热 大家对肖战有哪些祝福想说呢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订阅本频道 本频道专注肖战的新闻资讯